賴清德他居然講說 台灣的珍惜言論自由的同時 要注意法治 就有網紅提到啊 過去罵罵罵就沒事 現在罵民進黨的高官 被綠營的側翼出征 警察動不動用社會違法 來跟你查水表來示好你 賴清德講的話什麼意思 言論自由 但是要有法治 他的意思就是 這是有限度的言論自由啊 你不能夠大明大方 我不喜歡聽的話 我就用社會話來示好你 幾倍不行 我用我的側翼王軍來處理你 這是我們要的民主社會嗎 這是台灣的民主價值嗎 賴清德講這個話 真的丟臉